这个女人退去身上的衣物 请丈夫在自己背上画一朵九里香 男人虽发须花白但下手稳健 不一会儿 一朵栩栩如生的九里香跃然在皮肤上 得知柳如是想要拉着自己训成的意愿后 钱木斋退缩了 人生仪式草木一秋 他们为何要让时间停住呢 柳如是听出他话里的意思 露出不敢置信的神情 他的丈夫畏惧死亡 但他却愿意舍身取义 钱木斋一具水太凉了 彻底击溃他的心理防线 这千古骂名他可不愿意背上 柳如是跳进湖中生了一场大病 在此期间钱木斋将南都城送给了清军 漫天大雨中钱木斋跪在地上 孙岩也被彻底踩在脚底 他的现成行为 Shorts时常有限 订阅我不迷路 评论区置顶链接关看完整版